上集说到 村长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圣火传递手 准备迎接圣洁的圣火 然而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 因为草原上还住着两个危险的家伙 龟太郎与红太郎 羊羊运动会第二集 圣火传递 一大早就有杨自动送上门来了 还是两只 一大早就大吵大闹的 想偷懒不去捉羊是不是 不是不是老婆 你听我解释 我 我发现了两只 白酒店 捉不到羊你就别回来 我都一把年纪了 还让我送火炬 居然还不让我参赛 不过这神圣的任务除了我西域刀羊 还有谁可以担当得起呢 现在的年轻人呢 年轻人又怎么样呢 就像你这个样子骨骼惊奇啊 我已经在这里守候多时了 这羊的脚怎么是灰色的呢 灰太狼 叫我大王 快放手 叫我去放手 你当我是闪花 闪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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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是笨羊 哈哈哈哈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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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么是你 这 这神圣的任务你能承担吗 你以为你是谁啊 就你能承担 只有我德高望重的刀羊才能担当得起啊 我认为你非常适合这个神圣的任务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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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麼村长还没到啊 啊 懒洋洋 到你了 干嘛 老是我 看到没有啊 没有 看到没有啊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看到了满天的星星 真的是满天星星啊 好好玩你头上的满天星吧 村长 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呀 不会遇到灰带狼了吧 谢谢 谢谢 不用谢 好好用烤全羊打谢我就行了 又来 笨羊 你想打我 朝这儿打呀 打 打呀 不 我们的生活 这么快就有烤全羊了 不是烤全羊 是烤狼 救命 救命啊 水 水 救命啊 老公 那可是汽油啊 是烤全羊多吗 哎 等着 哎 等等 哎 哎 等孙长回来 我可能已经变成蛋糕了 哎呀 不是蛋糕 是化石 真没文化 孙长回来了 猴子是不好了 灰带狼抢走我们的生活了 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哎 Mae 哎呀哎哎呀哎呀 婷姓 暁太郎 快把生活还给我们 否则我都对你不客气了 看来这火对羊很重要 有了老公 我们可以不动刀枪就可以吃到羊 所以你要先忍的痛 为了老婆你能吃到羊 我愿意吸生我的尾巴 谢谢 你们把羊交出来 要不然我们可就把圣火熄灭了 等一等 好 我去 村长是在看伟大了 我们不可以摆在灰太狼的诡计上 对 你们快起来啊 圣火快要被压灭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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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咬 让开 来 洋洋 多亏你啊 你真是我们洋族的骄傲啊 看来我还是挺有用的嘛 那他们两个怎么办呢 有了 把灰太狼带走 可恶的奔羊啊 你们竟敢这么可爱的灰太狼大王 我绝不会放过你们的 谢谢你的帮忙 灰太狼先生 救命啊 现在正式宣布 标志洋洋运动会的火炬正式点燃 终于得救了 怎么这么黑啊 这里是哪里啊 体育小知识 第一个吹哨哨哨子的裁判是哪个国家的人 A 英国 B 美国 C 中国 正确答案是A 英国 不得救命啊 我们来到这里啊 这位吹哨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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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哨哟 感谢观看